Hello 大家好 我是Jojo 欢迎大家来到奇案迷情 有人说 稀山莫稀水 但其实爬山攀岩或者入山洞探险 都存在很大的风险 今天就想和大家讲一个很惊险的 山洞探险真实故事 希望大家也可以由这个案件当中 学到一些东西 今期的故事主人公 是26岁的美国人John 他出生在犹他州 小时候 喜欢探险的爸爸 经常带着他和弟弟到处探险 所以在爸爸的影响之下 两兄弟也慢慢地 喜欢上动越探险 这一行有趣刺激的活动 2009年 就到E4的John 已经娶了老婆 生了儿子 是生了女儿 他当时搬去Virginia定居 他和他太太很恩爱 女儿十三个月大 而老婆当时是托第二胎 当年的Thanksgiving假期 John带着老婆和女儿 回去犹他州探父母 和23岁的弟弟Josh 两兄弟很久都没见过面 聊起小时候 爹地带他们去地底洞探险的经历 勾起了很多童年回忆 一时兴起 他们决请几个朋友 一起去附近 很出名的 堅果油灰洞探险 犹他州的堅果油灰洞 是一个石灰岩洞穴 这一种洞穴是很复杂的 它有很紧缩的通道 出去之后 又好像一个大厅 然后又要通过一个很窄的通道 它就好像迷宫 在洞里探索的过程 的而且确是很有趣的 所以这个洞穴 吸引了很多人来探险 之前人们都以为 这个洞穴很少移科 以至于有些地方的人 和一些童子军 就拿着电筒 穿着拖鞋入洞 但其实这个洞穴 里面有三个很窄的壳毒 分别称为 头盔吞噬者 童子军吞噬者同铲毒 听过名字也有点害怕 由1999年至2004年 一共有五个人 扣在很狹窄的通道中 就为当地救援人员 增添了不少麻烦 其中在2004年 两个男子在不同月份 分别被扣住 其中有一个救援人员 花了足足14个小时 才把他救出 所以在2006年 肩果油灰洞 因为安全问题 被短暂关闭 后来在2009年5月 才重新开放 今期节目的主角 John和Josh 其实已经很多年 没有试过入洞穴探险 应该算是经验保险的 非专业洞穴探险者 在2009年11月24日 晚8点 John和Josh 其他一行十一人 来到兼果油灰洞 这个洞穴当时 就是漆黑一片 加上当时又是夜晚 他们要依靠头灯 和手电筒照明 当时虽然是冬天 不过洞穴内的温度 就好像春天一样 John在前边 带着大家 走了半个小时 就来到一个叫大滑梯的地方 并且停下 就稍作休息 在这里他们再次查看了地图 就发现 如果再往深处前行的话 通道就会变得很狭窄 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因此有几个朋友 就没有想着继续前行 不过John和Josh 和两个朋友 就不愿意说 只是来到这里 所以这四个人 就决定继续向前行 并且挑战一个叫做 《铲道》的很狭窄的通道 《铲道》的很狭窄的通道 《铲道》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它是一条很狭窄的通道 每次只能被一个人通过 成功通过的话 他们就会抵达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这个过程就好像 Newborn baby 由妈妈的铲道出生 这个是经过油灰道最出名的地方 John几个人当然不想错过 当他们在大滑梯走到一个分岔口的时候 可惨了 打头阵的John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就以为比较阔的通道就是铲道 其实他是搞错了 由于这一条通道越来越窄 到了后来 John不得不用爬行的方式前进 到了一个点的时候 他就发觉这个通道已经窄到转不到身 不过由于他当时是坚信 只要通过这个关卡过了之后 就会去到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他就很艰难的 用个臀部、腹部和手指 push自己向前行 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处于一个地下超过30米的地方了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这个有1米83高重达90公斤 即是180斤的身距 终于到达了一段垂直向下的通道 我终于来到铲道的进头了 John当时心等 但其实他当时处于一个是未命名的通道 这个时候他就以头向下的姿势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身体可以成功地爬进去一些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自己卡住了 动都不能动 他就大声叫救命 Josh听到哥哥的声音之后 就立刻停下 这个时候他都被眼前的一幕 吓了一大跳 因为只见哥哥的身躯 是整个这样进入了一个洞口里面 只是露出一对脚 这个时候的哥哥是倒立形的 弟弟就立刻抓住哥哥的双脚 就想拉他出来 但是他就发现哥哥就卡到很实 再加上现场的环境太狹窄了 他就很难使力 单凭他和另一个朋友 根本救不了哥哥 所以他就叫朋友留在那里陪哥哥 他就立刻跑出去山到外边 打911求助了 当第一名救援人员抵达的时候 已经过了三个半钟了 在这段时间 哥哥一直是处于头上脚下的状态 这个令到他身体所有的血液都涌向大脑 从而导致他脑冲血 脑内压升高 血液也得不到循环 而导致大脑缺氧 首位抵达的救援人员叫做Suzi 他非常熟悉这个肩果油灰动的情况 Suzi就先用一条绳子 在John的脚打了结 并且将绳子串到通道入口处的一个坑 和救援人员一起拉 但因为绳子串和石头之间有摩擦力 他们拉不动John 救援队5就努力了两个小时 期间Suzi也尝试和John聊天 说笑甚至唱歌给他听 想安抚一下他的情绪 后来他发现John的鼻音已经越来越重 呼吸变得困难 因为那时候肺部已经开始充满液体了 救援人员有想过不同的办法 看看如何救John 首先他们有想过 不如在他的身体那里塗植物油 打算滑滑滑滑滑拉出来 但不行 后来他们也考虑过用炸药 但是炸药又比较危险 所以这两个方案都行不通 后来他们就决定安装一个滑轮系统 尝试将John救出来 其实这个办法曾经在2004年行得通 他们曾经用这个方法救过一个大约1米71 体重大约64公斤的16岁少年 不过John有90公斤 他这么大脆 以及被踢的位置更加深 所以结果这个办法都行不通 搞了一大轮 这个时候John已经被困12个小时 他变得越来越虚弱 于是救援人员又重新打造一套滑轮系统 并且派了另外一个洞穴探险者Ryan Ryan去到John被踢的位置之后 为了消除他的恐惧感 就和他聊天 John就告诉Ryan 他说我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 明年我们第二个BB就会出生 在这种情况下 家人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救援人员叫John的太太 就在洞口外拿着对讲机和他先生说 我爱你你要撑住 听到太太的声音之后 John就和身边Ryan说 你告诉我太太听 我爱他我一定会出来的 在救援团队的努力之下 他们终于完成了一个由15个滑轮组成的系统 他们不断地尝试 试到第三次的时候 John终于可以拉到够高 差一点点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Ryan已经隐约可以看到John的臉 他对眼睛因为长时间哭而红肿 救援人员稍作休息之后 就决定第四次就要将John救出来 谁知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在大家拉第四次的时候 整个救援团队突然间一声全部垂下 条绳在他们手中松开 Ryan就被某一样东西狠狠地打在面上 导致他短暂地均匀过去 当他醒醒的时候 只见到灰尘 原来是John 雙脚附近绑着绳绳的石拱 因为无法承受重量碎了 最近的金属扣也断了 其中一个滑轮撕裂 就打到Ryan的臉上 可怜的John又在缝隙中滑下去 而且卡得更深 这时候Ryan的臉部严重受伤 John就无法继续救援了 所以他就出去接受治疗 这个时候 洞穴外面已经聚集了137个救援人员 但只有6个人 勉强可以抵达到John的位置 救援团队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Ryan的老爸 叫Dave 他去到John的身边 就发现John的呼吸更加微弱 频率更加低 Dave就继续和John打气 表示我们一定可以救到你出去 这个时候John都关心Ryan的伤势 但他说话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轻 Dave就尝试过把承索套在John的腰部 但他的手不够长 为了救人 他就继续向前挪动身体 谁知这个时候他都卡住了 幸好他拼命挣扎了一番之后就脱身 并且为或轮转了一个新的洞 这个时候他已经巨到没有声出 就由另外一名救援人员顶上 不过这个新的救援人员来到John身边的时候 John已经毫无反应了 后来一个专业的医疗人员 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之下 亦都爬进洞穴里 证实John的心臟已经停止跳动 在11月25日的深夜 John就被宣布死亡 当时距离感恩节只有几分钟 当太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放声痛哭 他本来想着先生出门几个小时 怎知现在就永远没办法回家 救援人员都当然很难过 他们努力了27个小时 但最后都没有把John救出来 太太本来是不肯离开现场 救援人员就答应 一定会把他先生的遗体带出来 他才肯离开 不过后来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 都没有办法把John的遗体带出来 John的家人也知道救援人员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们也不想再有人下去冒险 他们最终做了一个决定 让John永远留在洞穴里 肩果油灰洞成了John最后的安息之地 在John过身一个星期之后 当地政府先是塞住了John屍体的所在之处 过后又将肩果油灰洞穴的入口 用运营土都塞住了 不让任何人进入 就这样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的John 永远告别了他有新人三个月的太太 十三个月大的女儿和还未出生的小孩 后来John家人在洞穴后 立了一个墓碑 上面写了John的名字和他的照片 到了第二年他太太生了个儿子 太太帮他起了名字叫John 去纪念王夫 到了2012年 这个坚强的女人终于决定告别伤心的往事 就嫁给第二任丈夫 在第二任丈夫面前 他从来都不被委提回John 并且希望那些小孩可以永远记住离世的父亲 他的这段婚姻曾经遭到一些网民谩骂 不过最暖心的是 他得到John家人的支持 John的父亲也就是他的老爷 甚至大方成为他的婚礼主持人 而他第二任丈夫也跟他太太一样 保持着跟John家人的联系 后来这对夫妇也彈下了他们两个人的爱情结晶 一家人生活得很开心 相信在天之灵的John 会对太太和他小孩的生生活而感到安慰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订阅和追踪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